第一个问题 读经时 若有人来了 经读了一半 是在借助读还是重读 借助读是否下一半经就不要读了 既没功德 也没复得 你对于功德 复得的执着太重了 何必想着什么复得 功德呢 你读经的目的咋呢 如果读经的目的是在修界定会 那么你在读经的时候 就要预防有人来找你 要预防有人来打电话给你 你估计这部经大概要两个小时多晚 你这两个小时要把门关起来 把电铃拉掉 电话拔掉 那你就没有人打交你了吗 你这样才行啊 如果当中有人来打线插呢 确实把你修学功夫破坏掉 这个是必要的 如果我们读经是求明理 明白金龙的道理 这个就没关系 人来了 借他开人 走了 我继续再看 功夫依旧可疑 不会见法 所以要看什么样的情况 你读经目的好在 还是这样的 Would you like speaker 所以我会讲大家 在一起的语言 你意思不是这个是 你意思是因为这种能力 你意思是个人 会打人家 打人家 我就是这样子 那你说过来 你不是说过来